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与挑战 上一讲讲到了 我们的物联网就是一个全面的信息化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搬到网上来了 那么在这样搬到网上来以后 对我们的工业 特别是我们现在叫工业化 或者全民的信息化 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何利用物联网来对我们的工业化 实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那么同样我们现在开始之前 先对物联网做一些简单的回顾跟介绍 这个物联网首先是在1999年前后被有人提出来了 但是最主要的被提出来的是 在2009年的时候 由美国的IBM公司CEO来提出了智慧地球 后头又被美国的总统奥巴马来做一个美国的国策来提起来 然后我们国家就提出了感知中国 相当于智慧中国 然后迅速地也启动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物联网的计划 而在2008年日本也提出了iJapan 就是把日本的信息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都是说明我们物联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而欧洲的欧盟European Union在2009年开始 也专门启动了针对物联网的研究 组织了所谓的Cluster 就是European Research Cluster on Internet of Things 他们在2009年下半年 每三个月就主办一次这样的研讨会 专门的研究物联网及物联网的这样一个事实 因此物联网已经成为一个表现中和国力的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回顾上场课讲到这样一个信息化的话 可以看到信息化是我们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而这个信息化后面就是如何把信息做一些分析 这就是我们物联网要来做的 那么在美国将物联网基础列为 在经济繁荣和国防安全两个方面至关重要的技术 那么欧盟刚才说了 把物联网技术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 我们国家也启动了物联网的专项 但是你们会问什么是物联网 因为上上课讲到了我们信息化的手段 有RFID从条线码过来 有我们无线传感器网络 是从我们标准传感器有线的传感器过来的 也有我们的互联网 是从我们95年internet起来的 因此从技术上来说 搞互联网的就说物联网是下一代的互联网 我们搞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就是说要感知 离不开我们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是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 搞RFID的 说我们本来就是做的物联网 而上课我们也讲到了 有不同但也有链接 因此到网上可以找到超过100个不同的定义 但不管怎么样一个定义 必须满足国际电信联盟2005年10月份发布的白皮书 就是internet的定义 就是关于物联网的白皮书 这里头这三个核心的定义 这三个核心定义 第一个就是anytime 任何时候 第二个是任何物体 第三个是任何地方 随时随地要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它连接起来 只有这样的才能够叫做物联网 而物联网的核心就是让物会说话 这是一个简单的 对吧 因为上次我们说了 我们有这么一个标签 或者有一个器件 这个器件可以把周围的信息变成了数字 同时来告诉我们 温度你的体温超过38度了 这就是一种告诉的 如何可以让物具有这种感知功能呢 上次已经简单的讲了 我们有很多很多各项的技术来 把我们这样一个物变到了数字 但这仅仅是个感 就是提取的信息 那么还有一个支 就是说这个数据是个什么东西 它变成01以后都是01代码 对吧 你的电话号码跟我的电号码都是一串数字 一串数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如何让这个数字本身能够告诉我们信息 在上当课最后一讲一讲到了 物联网催生了大数据 物联网催生了分布式的云计算 那么这个大数据 数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如何让数据告诉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我们物联网的一个核心的 来仿造我们人的一个电脑 因此从上可以看到 对于物联网来说 它必须包括四项关键技术 第一个就是如何把这个物给赶 就知道这个物 对吧 就是说这儿的信息相当于转化 而这种转化必须是智能化的 就是第一步 就是智能化的物的信息的收集 当我们把物的信息收集起来以后 下一步需要什么呢 我们经常在家里收了一堆东西 对吧 堆到那 如果你不分类的话 过长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现象 你就找不着了 对吧 所以当有了这个数据以后 我们需要的第二个就是 智能化的信息存储与信息分类 如果我们不进行信息的存储 跟信息的分类的话 我们搜一个讯息下的白包里 抓一个丢一个 抓一个丢一个 像我们现在刚才说的 这样一个天网系统 摄像头 因为我们没办法存 所以全世界都面临一个问题 我的摄像放在那了 对吧 一百万像素每小时二十一T 怎么办 你再大的U盘 是经不住它存的 我们顶多能存三个月 最多就是存上三个月 你想想三个月多少数据了 存上了以后 过了三个月怎么办 就不要了 如果一个案件 在两年以前发现的 一个二线案件 现在有线索 你会倒这个袋子 倒不出来了 所以这是我们物联网 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技术 怎么解决这个大数据 长期的存储 当我们把这个数据存储完以后 我们就需要交互 比方你用的时候 要把它拿出来 不用之后 放边上 可是同样的数据 不同的人用它 有不同的含义跟目的 比方说我们的体温 我们看到只是个 37度38度的数 可是对医生来说 它有不同的含义 因此我们下一步 就是要做数据的 智能化的交互 不同的人对待同样的数据 需要不同的途径 一定是智能化的 刚才说 这是第三个关键技术 当我们把数据进行了交换 跟加上自己的数据 放到一起来 那么下一步要干什么 我们要进行 信息的智能化的处理 来分析这样的数据 那么这要分析 就是一种计算了 对吧 我们分析就是一种计算上的 那么比方说 现在的云计算 而这种云计算 刚才说 必须是分布式的 分布还不能带着电线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 移动的云计算 这是四项关键技术 那么看在四项关键技术里头 我们看一下 有两个技术 是它的核心的核心技术 从这看到 每一个部里头 都有智能化的 这样一个收集 智能化的分析 智能化的存储 智能化的传输 因此我们第一个核心的核心技术 就是嵌入式的智能 不是现在我们也有所谓的智能 比方说买个计算机 我把数据敲进去 智能跑到他那去了 对吧 按照我们程序来走 我这儿需要 它没有了 我这里头有程序 但是我办公室的机器里 没装这个程序 同样的数据 它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因此我们就需要 每时每刻每地 都有嵌入式的智能 这个智能 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所需要的数据 而不简简单单 是这样一个数据本身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们不能有线 所以我们要搞无线 如果我们现在 假设我这个画桶是有线的话 我就不能够这么方便的了 如果我这个翻页的 也是有线的话 我们就不方便了 而我们大量的摄像头 大量的传感器 刚才说 我们要密封背上我们的传感器 到处跑 你不能拿个线 把它拉上去放风筝了 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无线 来保证我们无时无刻 anytime anything anyplace 这是我们物联网的 核心的核心技术 那么有了这样以后 我们就看 我们的工业 刚才说了 我们工业化 而工业化的现在 就是信息化前提下的工业化 而我们物联网的核心 刚才说 就是让物会说话 那么哪些物继续会说话 就是工业物联网 我经常比喻 就是说我们医院里头 什么样的医生最难到 医院里头的儿科医生最难到 脑袋痛了 哭 肚子饿了 哭 脚丫子扎了个刺 还是哭 对吧 出了哭 他什么都不能说 那么这医生怎么办 就得拆 对吧 你问他说脑袋疼 他哭 他不会说话 你问他肚子饿 他也不会说话 对吧 因为他不会说话 但他会哭 我们的悟 他那哭都不会哭 可是我们需要知道他现在是脑袋疼 还是肚子饿 还是脚炸了刺 早上起来 我们精神兜首 到了中午 就比较累了 就需要睡个午觉 还要休息一会儿 我们知道累了 可是你不说你父母远在千里之外 他不知道你现在累了 对吧 不知道你现在想打瞌睡 一个电话过来 你来干点什么事 你就开始烦了 但是如果你要事前的告诉你父母说 现在我累的不行了 昨晚没睡好觉 那么他就不会打电话了 因此我们看到让物会说话至关重要 那么我们现在的物到处都是 而很多很多的物 看起来跟我们日常生活没关系 我们比较叫工业物联网 但事实上最后是关机到我们的国际民生 我们在这里叫大楼 这是工业的产物 大楼我们需要随时随地的知道 它的健康状况 对吧 现在很多大楼都塌掉了 在几年以前 法国的戴高了第二机场 那大楼塌了 还砸死了一个中国人 我们不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如何 今天我们的鸟巢坐在那儿 对吧 我们现在天天还建117大楼 那个大楼建的时候肯定是好的 没有问题 但是过上10年以后 即使我们建个百年基业 过上50年以后 人到中年了 对吧 人到中年三高镇出来了 那么我们的大楼 我们的矿山 我们的物品 它就没有三高镇吗 今天建的都保证是好的 可是过上10年 谁能保证是好的 从97年开始 我们试试了高速公路系统 对吧 现在大家知道 全国有多少座高架桥 光高速公路高架桥 有三万多个 三万多个 老的接近20年了 少的也有5年了 到2005年的数据 那么这些 你怎么保证它是健康 就是做都是好的 但不能保证它 长期都是健康的 对吧 何况没有一个人 保证百分之百是好的 人出来一个娘 三俩 双包 它不一样的 对吧 就按照万分之一的桥梁 是有隐患的 还有三座桥 三座桥在哪 不知道 可谁摊上谁倒霉 因此我们就需要这些雾 告诉我们 怎么样一个情况 那么由于这些雾底 不会说话 我们看到 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 对吧 我们最近到网上去查 很多的瞧给塌了 当然有很多很多因素 但是你发明发现 这样一个怪现象 敲塌了 楼倒了 没人进监狱 没人 被测制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见的是按照标准见的 只要按照标准见的 你就没有办法 说谁不对 但是它又有健康状况 像我们人都有健康状况 对吧 当你发现它不太好的时候 你像早晨起来 一看发烧38度 到这8点我来讲课 我们就腿吃一下 我休息去吃点药 明天来讲也没有大的影响 但如果你要在这继续让人讲 到了40多人讲就要出大事了 因为我们需要健康状况的监控 这是我们需要的 那么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桥梁事故 这都是往上来找到这些东西来 大家看到这些东西因为不会说话 我们就今年你看多少修地铁的地方 这个地铁发生塌陷 对吧 还埋到人进去了 这个不是说是人为的 因为底下你在北京挖地铁 高到天津挖地铁 到了广东挖地铁 一家公司底下地址情况是不一样的 没人能严格的预测 即使预测你的让地会说话 告诉你说不对了 我这不是北京 对吧 没有办法 你得改变一些设计方案 或者施工方案等等 没人知道 你只能永远是抽样 抽样的结果呢 就像我们做体检一样 每年做一次体检 每年做一次体检 每年一堆人体检完了就出了急事 对吧 有病了 或者是甚至呆呆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需要让这些物体 时时刻刻告诉它的健康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Healthcare 这是有很多的 你想这些重大的事故了 那么这些之后 包括我们温州的高铁 火车厅到那去了 没人告诉我们火车厅到那去了 对吧 人也看不到 当你看到呢 就出了事了 300公里的高铁 对吧 每小时300公里 好算数360公里 对吧 每小时3600秒 也就是说 每秒钟0.1公里 100米 你说当你看到了这个事的话 它就完了 10秒钟 把1公里跑完了 对吧 你说那1公里 对我们人跑的壳是很远了 对吧 那个宝尔特跑百米的话 跑赛广汉的9秒几 那已经把 就是说是1公里的速度给差出来了 所以我们需要这些东西跟我们说话 我们每年全球呢 就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 这个鸟啊 创到飞机上头去 把飞机就创出了事故了 如果大家要坐过飞机 或到飞机场看的话呢 我们飞机场呢 说是轰旗招展 对吧 还挂了很多小鸟 为什么那么多小旗 就是赶鸟的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鸟过来 如果我们能够让这鸟告诉我们 它要来的 或者飞机发现有鸟了 等等等等 就可以把所有这些事情都给它避免掉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输油管道 比方说 我们现在试试的是西区东宋 那么从新疆送到连云港 送到上海几千公里 每一寸 每一毫米 我们都希望它是健康的 如果有个地方摟了个小沙眼 一毫米大的眼 这个气体就会喷出来 对吧 喷出来 见了明火就会着火 而这个气体着火 跟我们的油着火不一样 它往里一跑 为什么 气是可压缩的 依然压缩 火就穿回去了 穿回去了就爆炸 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些东西的健康状况 这些可以看到 还有我们的矿山 为什么要搞智慧矿山 对吧 我们矿山 不知道里头情况 瓦斯在煤矿里头是天经地义的 没有它就不是煤了 可是这个什么时候在爆炸 而在煤矿里头 在底下的温度是相当相当之高 经常打开以后就是一个火炉子一样 但是没有空气 没有空气所以不爆炸 你把它挖到那儿空气引进来 高温的煤 煤粉的要自然 对吧 高温的煤加上空气 空气有氢气氧气 那不炸出了怪事 如果我们在挖煤的时候 已经知道它的温度 已经知道它的瓦斯含量 我们可以避免说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技术来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来 刚才这个大火灾 我们整个楼里头没有办法遍布这个楼的圈身 做这样一些检查 尽管我们已经做了极大的努力 向广州的新的电视塔 为了迎接亚运会做的电视塔400多米高 那个电视塔里头 为了监视电视塔的健康状况 里头光纤做传感的 布柳超过400公里 大家想一想 超过400公里的光纤 摆到广州的电视塔里头去 来看它的健康状况 对吧 在中间上很大的像paddle 这个钟摆一样放上平衡 因为风也要刮 它也动 所以它正好在平衡整个大楼 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它时时刻刻告诉我们的工作状态 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业物联网所要做的事情 那么工业物联网就是在我们工业环境下 通过我们刚才讲的各种各样信息化的技术 那四大关键技术 来帮助我们工业的误会说话 当我们工业的误会说话以后 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应用这些信息来避免各种各样的事故 因为工业物联网 第一是要有效的避免事故 就让数据会说话 第二是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而这个是全世界工业化所面临的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的工业化 刚才上台也讲了 没有必要去遵循西方工业化所走的路程 我们现在的优势就是我们现在面临了物联网的时代 我们可以直接把物联网嫁接到我们的工业化精神里头 而在西方由于传统原因 它已经走了传统的路到今天的我们的信息化时代 因此他们在某些程度上也碰到的一些问题 而我们可以把它一个弯道朝车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录像带 所以我们的录像机就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就很慢 可是欧洲跟美国发展很好 到今天有50%家庭还是采用传统的录像机 而我们一步就跨到VCD跨到DVD 跨入数字化 因为传统上我们的有线电话网络不发达 所以我们就很快地进入了无线领域 我们的移动通讯 使得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这个通讯 而它建这个移动通讯的网络 要比建有线电话网络要便宜得多 这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在信息化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弯道朝车超越西方的 但是我们也面临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工业化跟信息化 偶合到一起来 刚才说 这些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希望它要会说话 像路上跑的这样一些运游车 出厂是健康的 昨天是健康的 今天早上出来拉的油 请问是不是健康的 我们不知道 对吧 那么我们的物联网可以告诉它 那么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大桥上 装上很多很多前面讲的 阿发力也罢 无线传感级网 我们物联网的传感头也罢 来随时的给我们大桥做体检 而现在的方式是这种方式 目前我们体检方式怎么做 就是把路疯了 人拿上这些东西 打个孔 或者放上超声波在那做 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一个过程 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实施的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是一个人每年做一次体检一样 你每年做一次体检都是好的 但是大量的人还是得了三高症 大量的人还是住了院 对吧 一个道理 我们不希望这些物体的产生个问题 而对于一个汽车来说 现在的汽车已经是电子化的汽车 照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现在造一辆汽车 成本最大的是哪一部分 成本最大的是电子的 现在电子的成本占了整个汽车成本的40%以上 如果你要是买个宝马7系列的车 它的电子的成本占了车成本的70% 这还不是我们的电动汽车 如果到电动汽车 那么80%以上 甚至90%的成本都是来源于电子 这么多了以后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 这就是个区域它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实时的对我们每个部件进行信息化 但是现在这个信息化以后还没有实现智能化 也就是还没有运到我们的物联网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来实现我们的这样一个智能化 上堂课讲到RFID的时候 讲到一个应用 就是我们的轮胎 我当时也说了 这个轮胎 你们想一下为什么要运到RFID或者物联网 现在给大家讲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车难免出事 现在统计表明了70%的车祸是由于胎压不稳造成的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到了西南西北地区的话 差100公里 你就可以跑到几千米的高山上头来 对吧 或者说假设你在这 你要开车往季线走 季线就是山区了 到了上头来 山上山下有什么区别 当你山下车压力是保的 到了高山上的 由于空气稀薄 那它就要爆胎 对吧 到了山顶上 太阳是正常的 但你下了山以后 由于海拔低了 车台就瘪了 就要翻车 刚才说了 70%是于这个造成的 因此 欧洲 日本 美国 就相继出台了强制性的政策 就是必须对轮胎的胎压实施检测 看看胎压是不是变化了 你保证减少事故 你到车库处在那转的 你不能绑上个线圈去的 对吧 拉上个导线 那玩意就全出了事了 因此一定要用无线的 这就是我们物联网可以来做的 在这里头 轮胎上里头放了这样一些传感器 随时随地去检测它的胎压 当胎压发生变化以后 就把这个数据送到我们的司机那儿 甚至送回我们公司的总部 另外一个数据也表明 当胎压相差10% 就在平路上走 跟正常的需要值差10%之后 那么就会多增加2%的油耗 2%的油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每年因此美国多消耗86亿升汽油 现在汽油都比较贵了 由于多消耗的汽油 就派放的二氧化碳多达2600万吨 而这一点点的太阳变化 会使得我们的轮胎的寿命减少25% 因此全球每年为此浪费了2亿只轮胎 这是够大的经济了 按照中国交通部的预测 到2020年 我们国家的总油耗 然后算的话 按照这样一个胎压变化10%来算 我们到2020年里 由于胎压的不稳将会导致多达近70亿升的 每年的油的浪费 也能多排放二氧化碳2000万吨 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么小小的东西 对我们的环境 对我们的安全有很大的意义 所以这也是我们工业信息化 跟我们工业物联网 它所需要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物流过程中 有很多危险品 很多贵重物品 我们需要它说话 告诉我它现在危险不危险 告诉我它现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也是我们工业物联网 跟我们的工业信息化 需要来做的这样一个系统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的整个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希望再冲产品生产 到我们最后使用者 全流程的监控 每一步 不光这个物会说话 这个流程也得会说话 我们整个东西都能够溯源 比方说一个月以前 上海发现了死猪 我们怎么把这个猪的源泉 找到谁家的猪处的事 就靠在猪耳朵上的这么一个RFID 对吧 现在就是大量的猪场都放上RFID 是不可能拿下来的 要想拿下来就把猪耳朵剿掉 也省心买猪 看到没耳朵的一定是出了事的 对吧 有的耳朵的上面一定有那么一个标签 那么屠宰场他们就给你拿所有的信息 这就是我们工业物联网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好处 再一个就是工业生产产品的高效管理 刚才也说了 上次讲我们可以提高效率 那么我们的物品进来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业物品进来 再经过不同的工业流程 那么怎么样使他们严格匹配起来 因为在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个工位 它这个时刻完成多少件 下一个时刻又完成多少件 因此我们在边总是堆了很多的活 对吧 这样的话也造成我们场地的浪费 跟物品浪费 如果能够严格知道这个工位 每时每刻用多少 而多少是好的多少是坏的 我们就可以有效的调节整个的工业产品的流程 使得这样的流程 每一步的积压最小 过程是最佳 对吧 比方在中间休息 他上了洗手间了 这个也就知道 那么这就能绕过这个工序 先绕这个工序 等等等等 是我们的工业能够很有效的工作 再一个 这也是我们严格的一个公差配合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物品买到的时候 不能指望它是百分之百的 跟我们的数据一样的 对吧 比方说这个东西是长一米 一米长的东西 数学上是一加减零 但实际上加工的东西一定是一米加减多少 可是这个工差的配合 就使得我们产品质量发生了很大的区别 怎么样能够让动态的随机的工差告诉我们 然后寻找出一个合适的配比 使我们的整个产品质量发生了提高 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物流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产品最有效的 最经济的跟我们的用户来发生了联系 而不是我们送货的不知道用户用了有多少 而用户快没有了也着急的需要来做 我们为什么要存东西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要用多少 因此我可以减少库存 这个也是物流过程中的一个高效的管理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就讲稍微快一点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机场 机场的这样一个就是高效的管理 由于丢行李 每年全球的航空公司损失25亿美金 如果做国际航空的话 你心里丢了 顶多赔你100美金 不管你装什么东西 最多100美金 除非你加了保险 就这么一点点100美金 累计全球每年是25亿 如果我们把整个运用信息化的手段 工业物联网来 让我们这物品有效的 就是你去伦敦的 跟去巴黎的 跟去纽约的 它各去所需 这样就减少它的丢失 还有转运 这也是它的一个问题 因此下面我们再看 物联网竟然这么好 那么物联网现在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物联网这样一个科技 带给我们生活 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冲击 讲比以往任何一个科技带来的冲击都要大 它大在哪 就是隐私问题 我们假设做一个时空穿越 20年以后 我们在这做视频公开课 大家坐在这听我来讲 那时候假设我们的物联网已经全部实施了 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信息采集器送到了网上 我往这一站还没有开讲 你们就知道 马老师来讲了 今天讲第四讲 第三讲没讲 放到那了 我在这一拿这个激光笔 激光笔就告诉我 马老师你会用的电池不足了 我往这一站一看时间 还有多长时间 还没等我看时间 你就知道我的表的时间是多少 而且你们知道我的表是哪个牌子产的 哪家公司卖的 甚至你知道是不是三寨版的名牌 然后一看我在这站的话 带这个领带 那是天大的领带 是自己造的 不是天大正版的 然后兜里头小偷偷了 没钱了 中午没饭吃了 然后哪个学生想的 我去给老师买点饭吃去 对吧 等等等等 往这一站 我们每一个人 同样我也知道你们 往这一坐 谁是姓氏名水 多大年纪 从哪来的 对吧 有对象没有 然后明天想到哪 肚子里在想什么东西 都是有没有钱 我没饭吃 我搞什么谁借钱借 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 这种可以分割的 大家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时代 以前我们没有想到过 但是我们新的时代 我们碰到一个麻烦 什么麻烦 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物联网知道了 你会说这可能吗 不是可能吗 是一定发生的 比方说 两个以前我到医院做了体检 学校一年一度的给老师体检 我体检完了 对吧 新念图 我看不懂的新念图 去了管玩几个处 对吧 然后给我的验的血 血里头这个东西 我也看不懂什么东西了 就几个数而已 可是医生能看懂 对吧 我不知道我的身体健康如何 物联网知道了 网上知道 马老师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对吧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些事的 然后我们打打电话 上上网 这个数据就是个数据 搜索就是个搜索 可是这些数据放到网上 他给我分析了 他说 这个 OK 都到这段时间 这时候美国都会 可能老师要到美国开会去了 对吧 我这还没想着去 你那你就知道我要干嘛了 那么这个学生 这段一段是搜 老在搜衣服 想着可能 他都没买衣服去了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还没有想做的事 通过我们的行为 已经预测出 我们想干什么了 这就是我们的互联网 对吧 在这儿 我一看 看到我的学生在那 好 我你到这儿来 不去好好做课题 对吧 论文放在那儿 很多没改出来 我发个邮件 谁叫你跑这儿浪费时间来 往里打 我的还没按 那边你就知道 老师对我不满意 对吧 因为我这所有的信息 都上了网了 尽管你看不到我的脸 可是根据我敲键盘的这个速度 跟这个力 你已经知道我的心理想法了 所以这边没等我发出来 沙腿跑掉了 关机了 完了 我也找不到你了 那么又不排除 有其他的第三方不还好意的 故意就要来获取这个信息 对吧 你看 小伙子看上笑话的 怎么去找他联系 想办法去来个hack到的系统里头 一说找到了 他是新生没说哪来的 对吧 家在什么地方 然后一看 怎么去联系呢 找找找找 知道了 我叔叔的三公大六大爷 他们转了一圈 跟他们是一个村的 找个介绍过来了 又把他联系到 当然这还是善意的一种 missuse 可是现在大家拿到一堆的垃圾短信 退休 对吧 这就是恶意的 到那时候所有这些信息 我们怎么办 这是我们的隐私问题 因为我们所有的物品 你拿到一个物品 包括的粉笔 都被跟踪 都上了网 在这个时候 20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没有被跟踪的东西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么不被跟踪 不被跟踪 就意味着不要出门 不要穿衣服 也不要吃饭 对吧 因为所有东西都跟踪了 谁里头跟踪 我们的水质 还有谁用的 对吧 我们的饭里头跟踪 饭的哪来的 谁吃的 衣服里头跟踪 谁造的 上面还有这种 就是对皮肤不太好的信息的 那么怎么办 或者我们不要这个技术 回到远古 隔山海化 鸡骨川化 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必须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 就是这样一个技术已经来了 我们必须正确的对待这样一个技术 因此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到所有的问题 而这个是以往的科技从来没有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总是做iPhone 做出来放到市场上 有没有人要 有了 然后再考虑它有什么影响 可是我们在做之前 互联网 我们就得考虑到怎么样使得我们这个技术本身能够为我们服务 像我们这样一个设计必须要开放 这是做这样一个物联网时候 特别工业物联网时代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设计的几个principle 对吧 首先我们是要为我们的用户来设计 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需求 而这个设计必须是开放式的设计理念 然后再一个就是设计这个产品 刚才竟然有隐私 因此怎么样可能使这样一个秘密 所谓的秘密就不便于让别人知道的东西 里头是最少的 最小化 可这个东西本身又跟我们的目的发生了矛盾 我们目的是细细化 细细化就是everything 可是这个everything里头有相当多的东西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秘密 怎么办 而且有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秘密 可是别人不认为这个秘密 我们又怎么来协调这些之间 因此就要有一个及时的沟通跟反馈等等 等等等等 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在工业物联网和信息时代的这样一个要求 而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就是设计开始 因为大家将来都是做科学技术的 即使做市场也是一样的 在传统的产品里头 我们去开发主要考虑两个问题 一个技术上的可信性 再一个市场的可接受度 对吧 这是我们传统上来考虑这两个问题 而现在我们出现第三方 就是社会 因为这样一个物联网技术 它跟我们日常的行为 日常的生活 日常的社会密切的相关 就是一个数字化的我们的社会 因此当我们设计这个产品 当我们准备开发这个产品 当我们准备应用这个技术的时候 我们除去传统的考虑 我们的技术领域可实施性 我们市场的领域可记录性 同时要考虑我们的这样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影响 刚才说了 我的新电筒的资料谁可以看到 对吧 谁可以分析 你的银行的账号谁可以知晓 那么谁来决定这个呢 我们需要有事先规定一个框架 这就是我们的制度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这样一个社会的行为 怎么样通过我们的技术 偶合到一起来 我们必须接受 刚才说了 通过我们打键盘的或者手写的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数据都在那了 只是没有挖掘 没有用 所以这不叫物联网 物联网是智能式的 所以我到这儿用这样一个电脑 跟你到这儿用一个电脑 它能识别出来谁在用 然后我们的数据都放到这儿来 怎么样在这个社会的范畴下 使我们这个技术能够被应用起来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新的问题 而以前没有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里头遵循着这样一个四个设计的原则 一个原则是隐私 它不能叫保护 就是说它可以适当的反映我们隐私问题的 在一个算法 只能说反映 保护其实是另一回事的 第二 我们这个技术必须去授权 就和我们打电话 为什么不能所有的公司都能开放给你打电话 做电话公司 你电话整个电话按照全世界各国的法律 必须录音存一段时间 你先看电视上很多抓到一些逃犯或者案件 靠什么 回来查这个录音带 对吧 一个道理 那么谁具有这个权利 跟哪些公司 哪些个人能够干这个事 这些就是我们的资质 然后再一个 我们的标签本身 怎么样能够在满足我们基本需求的同时 又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隐私 这就为什么要叫智能化 那么当然了 另外一个叫做awareness 所以赛尔用的是一个awareness 就是说客户的知晓 就告知权 我仅仅是告知你 对吧 比方说你买了一个iPhone 5 花了那么多钱 好几千块钱 然后你做完以后 一要用 首先出来一个屏幕 你接受苹果公司的如下条款 反正条款你改不了 都在里头 对吧 接受不接受 如果你不接受 机器打不开 白花了几千块钱 你接受呢 好了 你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合适不合适 对吧 就像315做那样 他在外国两年保修 到中国一年保修 你知道也没办法 也得接受 对吧 这就叫做我们的知晓权 我只能让你知道 因为其他也没有办法 这是我们碰到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一个物联网里头 我们碰到四个主要的技术挑战 第一个技术挑战 就是让物会说话 让哪些物现在说话 也就是说把物联网 先把哪些物联到一起来了 我们现在有手机 有窗帘 有冰箱 有微波炉 我们说通过手机 把它们都联起来 这是挺好的 也挺好玩的 如果不要钱 咱们可能下载一个apps 对吧 然后装上窗帘 可是如果说要钱 这个窗帘花了100块钱 上这些东西都花200块钱 我就要想一想 对吧 所以第一个就是什么东西要被机器的连起来 让它来说话 工业物联网 因为工业的大量的物 我们需要它来告诉我们健康状况 我们需要提高它的效率 第二个挑战是scalability 就是规模化 可规模化的 大家想象一下 三亿台电脑构造了我们互联网的辉煌 你去网上查去 我们大概数就是三亿台电脑 现在全球有30亿部手机 智能的跟不智能的 构建了我们移动跟无限的辉煌 我们现在全球有智能化的终端 多少 超过300亿个 我怎么把它连起来 而有智能化的器件 全球超过3000亿个 我们有智能功能的器件 全球现存的超过3万亿个 有一定智能程度的器件 超过30万亿个 看不上新的加起来 我们把这些要连起来 大家想象一下 谁能连得起来 怎么连 因此我们面临第二挑战 就是这些东西怎么连 第三个 就是传统上 我们一波号码 .com到美国 我们信息是开放的 没有局域性的 可是将来以后 我们的智慧校园 智慧家居 跟另外一个智慧教室 跟第三个智慧教室 通通都是既偶合又不相关 怎么样来满足我们 这样一个局域性的使用 跟全局性的使用 是一种自发性的 跟一种可控性的 跟监控性的 这些我们传统上没有考虑 因为我们今天的互联网 今天的移动同学 仿造是一百多年以前 贝尔发明电话的时候 给我们定了一个基本的准则 准则是什么 这个信息两端 除了信息两端的人 信息的发送 信息接受者之外 任何人不得探知 跟不得干扰中间的信息 对吧 这是他最早的原则 可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些信息 因此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净条 再一个 怎么样把这么多的东西连起来 我作为老师看到这些教室 看到东西的连接 跟作为学生对同样的东西 他连接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刚才说了我们有三百亿个智能中端 这智能中端怎么样按照我们的要求 把它连起来 像出租车司机一样 他们需要研究连的出租车网 跟我们作为乘客要求连的出租车网是不一样的 可是面对同样一个出租车 我们怎么办 这些我们在技术上都没有满足这样一个东西了 所以这都是我们将来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诸位青年学子 将来为我们国家的信息化 我们国家工业信息化 特别工业智能化 使我们国家可以弯道超车 超越西方的这么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解决了 我们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弯道超车 因为iPhone成功告诉我们 传统上没有做过电话的公司 2005年做了电话 现在变成了产业界的巨子 对吧 它连计算机都没了 而以前的辉煌的企业 现在也不存在了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东西 不能够重复在我们中国大陆呢 只要我们抓住机会 掌握了我们物联网 特别工业物联网 对我们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巨大的机遇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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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